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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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您说您就口菜呀 都不至于合成这样 哎 哎 碰诚是吗 这都烤了这 像我培养我一样去培养下一代的演员 成本有点高 艺术是奢侈品 我觉得特别棒 我们长期一旺下去 我们这个记忆就不会丢失掉 是的 我的尬没有标准全看我清楚 哪家故事敢有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 这年头打工谁情绪稳定了 这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表达 只有他们才能让我们清醒 把所有的人跟老板越拉越远的 沟通不等于情绪发泄 如果有合适的话也是灭出个纸 他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那现在我要做的也就是灭掉 你要去找个帮你冰下帐 养活大嫂 大哥还有大哥的朋友 就是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 你有这方面的能力 现在暂时拿不出来 算了 算了 别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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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三位演员 带来的精彩表演 刚刚这个表演的名称叫什么 有谁知道 这不就墨偶戏吗 这个叫水秀墨偶 是不是叫布袋戏 叫布袋戏吗 我跟你讲 这个我们在泉州的时候看过 叫提建墨远志 你的常驻地是厦门这对 对 你在福建有看过这样的表演吗 真有 有 我今天看过 但是你没记住 突然间想不起来 对 到底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请我们这一期的工作高手嘉宾 来为我们揭开谜底 掌声有请 深圳木偶艺术剧院 传统木偶剧 传承创作研发中心总监 飞衣传承人 洪金雕老师 掌声有请 欢迎您洪老师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孙悟空 他这个配音我觉得还挺像的 刚才的木偶呢 其实是我们去四川学的 叫做杖头木偶 叫杖头木偶 对 拐杖的杖 祝贺库尔特老师答错了 但是他说他在泉州看过刚刚类似的表演 福建泉州呢木偶有两种 一种是我手上的 我们叫做布袋木偶 布袋木偶 也叫做掌中戏 那看来刚才舒淇也答对了啊 舒淇答对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表演的提线木偶 提线木偶始于汉 心于堂 胜于颂 在唐颂年间是最为流行的一个艺术表演 他最早的雏形和今天我们看到的一样 最早的雏形其实他更接近于挪系 挪系 对 是用来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 或者说来祈求这些对家人的思念 后来人们就发现 他可以从一个只是用来祭祀的一个物件 把它变成一个能动起来的 再发展到有一些是用棍子往上的 这是我们刚刚看的帐头 帐头木偶 对 然后有些装线的 它就变成提线木偶 然后有一些装像铁枝 就叫铁枝木偶 像我们提线木偶 以前最早不叫提线木偶 在古代的时候叫做悬丝傀儡 悬丝傀儡 对 大家一看啊 这个词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就在这里面表现出来了 我爸看您这个外表啊 我就感觉您像老艺术家 您今年高寿 我九一年 多疼 一九 一九九一年 九一的呀 九年后 对 那你穿着打扮好像很传统 很有范儿 对 对 这是我们演出服 那您这个也是演出服的一部分吗 这个是我们 今年年初的时候排了一个读角话剧 千里走淡季 才留的一个胡子 一直留到现在 明白了 您九一年的 今年应该是32 对 你学多久了 我16岁开始学 到今年的话应该算第17年头 你那么小的时候 是为啥就决定学可蕾系啊 因为小的时候 我们农村经常会有一些 请一些戏班 来到庙门前去表演 然后小的时候就在那边看 您的老家是 不见泉州 阔老师说对了 在泉州看到过类似这样的表演 对 像当年我们民间的这些土班 我们叫土班 其实就是民间艺艺术团体啊 最鼎盛的时候 大概有一千多个团队 就一个镇里面 现在呢 现在很多已经没落了 就我自己认识的 可能就剩下十几个团队 那是不是在这个团队 数量锐减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关于这个布袋木偶的 制作工艺和表演的工艺 是不是也会可能消失掉 对 因为每一个团队 他都有他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在 但因为可能木偶不挣钱 或者因为时代的潮流不一样了 那种原因 很多人就转行 所以就有很多东西 在这过程中就丢失了 那你看和你去做这件事 完全是两回事 在我看来 那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干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了 其实那时候 我就已经埋下一颗种子 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门艺术 然后我看到老艺人在台上 绵长演完 很多人都会鼓掌 看的人特别多 但真正到学的时候 很多人就感兴趣 你这个要学多久 你这个要怎样 我就告诉大家 我的基本功学了五年零三个月 我主要专业学提现了 但我对布袋有一些了解 像布袋木偶的 他是专门有 从十三岁开始学布袋木偶的 然后各种指压工 要把手指头一直压压压压压压 压到什么程度 压到你的手打开 这边就自然是一个90度 当你家边把手打开之后 这边是乘一个90度 然后食指是脑袋 然后三根手指跟大拇指 分别为他的左右手 我这样摆可以 但是我动好像有点费劲 这个是要练一辈子的 停了一个礼拜再回来 这个功力就会失去一大半 就每天都要练 每天都得压手指 才能到达一个专业的水平 还有一个问题 您手里拿的这个 孙悟空的这个布袋 制作出来大概周期是多久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 这一件衣服是纯手绣的 从早上大概8点多 他上班一直绣到晚上7点多 12个小时 要连续绣将近一个月 一个月 就每天对 全年无绣 那我问一个比较熟的问题 像这样的一件 在市场上售价大概是多少 大概在5500到6000 但是你想手工艺人 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才5500块钱 还不算我们的6000 对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这个怎么去坚持呢 怎么样自己能养活呢 所以这门艺术就有很多老人 还在坚持 但年轻人他不学了 所以这门艺术现在 我认识的基本上 没有低于50岁以下的 我们共同关心的点就是 怎么能有更多的人 对他产生兴趣 对 所以这两年吧 我在考究一个问题 就是 是否像培养我一样 去培养下一代的演员 但我发现这条路 成本有点高 他过来跟我一样 学完五年零三个月基本功 然后再花三年时间 再拜师再学艺 这八年的时间 能足够耗掉一个年轻人 很大的一个青春 对啊 所以我在做木偶的时候 我就会做一个很大的改良 就是把木偶做到简单化 来吸引不同的人 什么样的简单化 参与进来 操作简单化 能让演员可以在短时间内 比如一个礼拜 一个月之内 他能学完一个剧目 速成 对 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年龄限制 就是提借木偶最好的一点 几岁的人想学都可以 那如果我要请我们的企业家 拉到台上来 您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 教会他们操作这个木偶呢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杜远志和李冰涛 有请二位来到舞台上 好 尝试一下提线木偶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杂技团里面的荡鞦韆 首先甩起来 它就是一个动作了 这些线一条一条去拉它 比如我现在拉的是膝盖线 就两条 它就可以 蹬出去 拉回来 蹬出去 拉回来 然后下一条可以用脚 勾它 然后 然后 倒挂金钩 有意思 就这三个动作就属于简单的 女士可以来试一下 我到现在都没看清这一共多少根线 我天啊 先抓这一条 对 好 然后让勾牌摇起来 对 这个手应该腿起来 对 到这边的时候腿是卷起来 到这边的时候腿放松 让它蹬出去 对 卷 对 蹬 卷 蹬 卷 哈哈哈哈 只是要踢远是不是 哈哈 哈哈 脑袋脑袋踢得起来了 对 演出什么 哦 就这这一个呢 就属于简单类型的 因为她 这还简单 对 这属于最入门的 董老师 我说实话 哎 冰涛是高学历的美女 我看了半天 我真是没看明白 到底那个是提线木偶 还是她是您的提线木偶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我们换下一个 两位一起 三根手指抓下面 然后大拇指跟食指扣住这根鞋的 然后配合上身体上下的律动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最简单的先从走路开始 准备走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我现在观察觉得问题不在于木偶怎么样 是在于他们让木偶走的时候吧 自己走的不好 远至现在是这样 有点像公园里六枣的大爷就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像他的工作就是举重 可以把手掌打开 就抓住上面打开 你手都能打开啊 对然后放进去 哇好神奇啊 然后抓住他 然后 太棒了 哇 来跟他体验一下啊 然后手放低放低放低 对 你手坐 DD 答弄有一个 你哭唬背 了吧 太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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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太厉害 我 把脚砸了 把脚砸了 这个是举重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叫吹气球的 这条线拉起来就对着嘴 然后一会儿您吹 对 它就可以把气球给吹膨胀 从这边 这样木偶就贴嘴了 然后 木偶注意不要飞天 人稍微蹲那边一点 要用力 再用力 再用力 你看他木偶脸红了 你看他跟木偶多像这俩 好 然后他还有一项技能 就是丢糖果 然后就飞到观众席 一下去随即送给一位观众 来 我们看看远之会把糖果送给谁 谁会是幸运儿呢 舒淇 送给真大爷 送给了老年人 尊老爱又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赋予了 这两个木偶有趣的灵魂 首先我感觉要很清晰地去区分 这么多条线 它是操作哪个部位的 然后你手指要足够的灵活 因为它要做不同的动作 然后再加上它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整体来讲真的是很难的 怪不得老师是基础工就学了五年多 我是很佩服的 但是我觉得它特别好的点是 比如说吹气球也好 或者是糖果也好 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和 尤其是孩子来进行互动 长此以往下去 我们这个技艺就不会丢失掉 是的 从我这个观众角度来讲 我发现它有几个让我意外的点 第一个意外点就是提线木偶 你看这些线咱们怎么摆弄 提哪根哪个部位起来 这时候你还得让它晃 然后你还得让它脚倒挂什么的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 既增强了动手能力 又在动手能力的实践过程当中 动了脑 第二点就是刚才冰涛的那个 让大家捧腹大笑的点 它展示的不好 却有意外的笑容的笑 笑点存在 对 我觉得这个也符合孩子们的天性 没错 所以我觉得像远志说的 应该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看到了解到 更能让小朋友亲自的上手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冰涛和远志 谢谢二位 真不错 确实如您所说 只要掌握基本的动作要领 很快就能够上手 那您觉得木偶戏 它最精妙的地方在哪里 最精妙的是木偶 它可以很好地跟所有的行业跨界 你就像我最早学是传统的 我到了广东之后 第一个跨界是什么 就是广东的特色 醒尸 醒尸 所以我就去观察人的尸子 然后看他们怎么演 用木偶去做了一套 真厉害 然后接下来我看到一个魔术师在表演 那我就在想是否能让偶也用魔术 所以我也去研究那些材料 研究这些好人的 从人变魔术 变成偶来变魔术 那接下来能不能 给我们来表演一段您的创新之作 好 好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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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也提到了 现在所有的这些木偶戏的推广 都遇到了难题 您觉得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目前最大的难题 其实一个点是传承 另外一个就是资金 您现在有多少学生 我们剧团 在这边的学生大概有五六个 一个剧团只有五六个人 对 我们目前演员是五六个 然后我们还跟深圳大学 艺术部的那些孩子们也有合作 就有时候我们 就像我们刚刚表演的 那个长筹的 其中有一位小姑娘 就是生大的学生 也是来跟我学木偶 就是周末时间或者暑假时间 第二个资金其实项目 成本其实算挺高的 就像我做这个节目 可能如果我单单买这些材料 可能一共也就小一万块而已 但我在制作这个的过程中 我实验了十几二十样道具 实验了 失败了 那这个东西就不能再用 是的 所以在这过程中会耗掉很多的金钱跟精力 我们有的时候会单纯地认为说 靠财政的支持 靠一些基金的支持 但我想怎么能够变书写为 自身具备着很强大健康的造写能力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通过我们今天这期工作高手 也以天津卫视作为平台 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看到您和您的团队 在做的这件事情 我们也希望有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 能够加入到洪老师这个团队当中 毕竟木偶系作为我们身边的一个 从小看到大的民间表演形式 应该被更多的孩子所看到 并且流传下去 刚才您说了 在我们展示的这些木偶当中 有一个舞师 是您在广东采风期间创作的 能不能在工作高手的最后 给我们带来一段舞师的木偶系表演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同时也非常感谢洪金娇老师 做客我们今天的工作高手 有请 陛本市场 好棒 太棒了 上微博搜索并关注非你莫属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好 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这个在职场上是个患毛病 如果他简历 第一句是这个直接就刷了 雷哥真的会这样吗 真实的指导当中 因为我们招人有一点挺重要的 就是情绪稳定 那好 我补充一下雷哥 如果他第一页上来简历 一点就诈就是我 是吧 然后第二页 他的 看不到第二页了 这个简历 不是 假如说你耐着性子再翻 不会 一点就诈是你了 我是那个招人一点就诈的人 还有第二个关键词吗 我们看看还是说就这一个关键词 我稍微的松了一口气 他炸完了之后他当然松弛感了 他情绪发泄完了 可是你的一地鸡毛谁来收拾 一个简历他对自我的这个评价是松弛感强 也是我 大概率我就是至少90%是过的 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灭灯了 别别别别别 你再给恢复过来 你再给恢复过来 在简历里边写一点就诈 他未必真的一点就诈 他能写出来 你一定要了解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我们都误解了 来吧 各位 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点就诈 咱们拭目以待 我们掌声有请 高金宝 二十五岁 上海剑桥学院新媒体传播学专业 大卫老师好 各位面试管好 观察员好 我是高金宝 我来自上海 我的主业和我今天来面试的岗位呢 是品牌策划 然后品牌媒介 还有带货主播 我的副业呢 是一名小小的博主 好 欢迎你小高 我们刚才对于你的关键词 展开的讨论 你大概都听到了 听到了 我在这儿声明一下 我没有参与到 他们的讨论当中 我只是引导话题的继续 我在你身边 一直默默地给你加油 好不好 好 谢谢 你干啥 这第一个关键词 当当就来个一点就诈 我觉得这个诈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双向的东西 它这个诈更多的 其实是迸发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在广告公司 然后我们老板发年终奖 在发年终奖之前呢 就在微信群里面 发了一个长篇大论 就是说 跟我们相似的很多的其他公司 他们的年终奖呢 都已经直接给剪掉了 那么我们公司呢 还能在年底 按照承诺 给大家发出来这些 那么大家就需要去 感恩公司 感恩企业 感恩文化 感恩老板 那我就觉得 你这是写的合同里面的东西啊 你就应该给我的呀 你给了我 为什么我还要去感恩 然后我就在公司群里面 回了一下 每次给客户发报告 发PPT的时候呢 客户都会惊艳说 好久没有见到 这么美的PPT了 我这样子的人呢 也是好员工 希望公司呢 可以多多地 招一些我这样子的人进来 然后我说完了之后 公司大群里面 没有一个人说话 但是都私下地 给我发微信 就说 说得太好了 太解气了 就这种感觉 不是解气在哪里啊 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爽文男主角吧 不是 我不是去争论职场的 我觉得我的这种诈 是有理有据的 我不是说 你老板说什么 我都要去反驳你 对不对 说得好 白纸黑字 相互承诺 对吧 我承诺你达成 就给你奖金 对吧 我喜欢这样的人 正面评价就是自屈率 但是呢 负面评价就是不好管 看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领导 像 像那位领导可能 孙岩峰那样的 对 小高 你不觉得 这样回复有点 不礼貌吗 没有啊 其实你就说 老板 我也知道你辛苦了 这样极大欢喜 也显示了你的高情商 就是你只关注了我的感受 我不关注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自私 他没关注谁的感受 你没有关注老板的感受啊 我为什么要关注老板的感受 对啊 所以说我说你自私嘛 那老板也没有关注员工的感受 他没有关心我们从家 到公司通勤要时间多久 房租要多少 有道理啊 我们在工作当中 遇到那些刁难的客户 是谁去给客户点咖啡 对啊 对不对 就是对啊 你怎么说 当你这些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不得向你的上司求助吗 老板会说那这就是你工作能力不足了 那你需要提升一下 对 我觉得在职场上 我觉得在职场上大家不要说把什么东西都画得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职场上不仅仅只有白纸黑字 我觉得潮汐老师在故意点我 他想让我炸 我发现这个小伙子有一点点玩事不恭 就是我来不是合作的 我来是告诉你我就是个暴脾气 我看你们怎么来对待我 我同意西哥的 因为这个事吧 小高 你说的道理上你赢了 但是情理上你输了 为什么 你刚才在说要求我理解老板 老板为什么不理解我 我就给你一句话 关系里谁强大谁才有话去 什么时候强大 我这个不同意 你的强大的意思是什么 老板就是牛啊 老板是有钱啊 老板就是比员工不公平啊 老板你得求我对不对 如果你的个人的工作能力是平均水平以及以下 那么在雇佣关系中 你就是可以被替代的那个员工 那么在这样的关系里边 雇主肯定是相对强大的 但如果在关系里边 你是企业不可或缺的那一个 那么说实话 如果你愿意怼老板也OK 老板就得受着 我们现在的职场 其实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因为你看到了吗 这他发了信息 没人给他现场拍手 但是下面都点赞呢 老板蒙在鼓里呢 老板跟傻子一样 以为我现在有权威 我强势 所以员工都支持我 员工离他而去的时候 员工连招呼都不打 你知道吗 你们还沉浸在自嗨的状态里边呢 你们少想一下 我就想问东叔一句话 叔你最近遭遇什么了 你怎么这么大的委屈 我年纪大就是见过被抛弃的时候 经历过踩过坑掉下去过 被抛弃过 我才反思呢 老板不变 这些人就抛弃你了 我特别赞同东叔的话 所有的创业者其实都是孤独的 最终老板要做的事情是把一堆有才华的人聚在一起 大家共同干一件事 所以怎么把这件事干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特别反对 职场上需要一些情商 没有情商你如何在团队里面生存 而且老板要求的不高 我只告诉大家我很辛苦 我希望大家能说一句话 或者发一个图标都可以 其实老板求的不多 老板挺可怜的 潮汐有两句话 我不太赞同 第一句话就是 情商低的人怎么在团队里生活 我想问问各位企业家 难道现在你们的团队存活标准是情商高 而不是能力高吗 第二个 我就觉得企业家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企业家想让别人同情一下自己 关心一下自己 你不能要求我可怜 我很不容易 对不对 但是也不能道德绑架企业家 因为他企业家也有表达的权益 是 但是潮汐说的就是 你应该如何如何 没有没有 就是企业家去表达就好了吗 那你没必要去怼他 或者是怼企业家 我们这个环节 考核的其实不是老板 因为老板也不在这对吧 或者老板说的那段话 到底怎么表达的 我们也不知道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 你发的那段内容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是觉得你刚才那段心理独白 带着某种苛刻 花姐把她的问题点得非常清楚了 什么问题 她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我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彩蛋 我今年七月份离职的 我离职完了一个礼拜 我们公司又走了七个人 现在公司没有人管 没有人接替我们的岗位 这就是结果 对 其实我觉得段总 我特别支持段总 就是什么 这种员工我特别喜欢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让我们清醒 林总 这样的员工您表达说你喜欢 就是说当他离开你公司的时候 又有其他的人跟随离开了 他还觉得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员工你觉得你喜欢 当然啊 这老板部长进行结果就是自己倒霉啊 都说见真言的人 不仅仅是这种就是一点就诈的人 还有很多又沉稳又稳重的这样的员工 幸亏他提出来 老板应该趁着这个机会 跟他好好聊一聊 为什么你有这个情绪 而不是用什么性格呀 企业文化的高帽子 乱透一气 都说我觉得站在 如果教育老板的角度 怎么着都没有错 但是比如说金宝是我的弟弟 我还是会觉得 你应该注意方式方法 首先我觉得他做的完全没问题 然后潮汐老师一直说 他情商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呀 你的同事一定很喜欢你对吧 其实在那个当下 你解决的就是大家的情绪问题 这个时候你不去出发 他们就越计越大越计越大 反而会影响到团队的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呢 比如说直接去跟老板沟通 这也叫见真言 为什么要在群里面发这样的 然后把所有的人 跟老板越拉越远 沟通不等于情绪发泄 对吧 我想问一下各位面试官们 难道没有觉得我上述的说法 其实恰恰是高情商的提现吗 哪个说法 就是我在大群里面 回复的那一段话 我觉得那是高情商 所以你是年轻人 什么是高情商 你能说一下吗 说不出来 因为我是低情商 你刚才说自己在那个群里的表达 叫高情商表达 你又说我对情商没有了解 又说你现在是低情商 总体来说 这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表达 我刚才不太喜欢选手的一个点是 他最后看到这个公司不太行了 是表达出来一种愉快的 好像我赢了 不是的 他是为你未来的职业生虾背书的一部分 所以只要你还供职在那儿 请尽量用一切的努力 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好 我们公司恰恰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刺头在 所以才能够把大家很好的维护起来 但是你最后不是全走了吗 怎么叫维护起来了呢 我走了呀 他们也走了 我刺头子走了呀 那怎么就要把大家维护起来 我在的时候把大家维护起来 那你们的公司业绩有在越来越好吗 当然 那你们为什么要走了呢 因为看老板不爽了呀 因为我老板就是让我感恩 我感恩死了呀 对吗 为什么在前面的讨论里头 我完全没有插话你知道吗 是因为你说老板表达什么 包括你说你表达什么 都是一个人的表达 我没办法基于这个来评价 但是就你现在舞台上的表达 你是攻击性的一种表达 我如果在面试过程中 我一定会非常礼貌地跟你说 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吧 以后我们再联系 那现在我要做的也就是灭灯 把一点纠纳放在第一个我不后悔 甚至我觉得这是节目组 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他也正好帮我 在第一轮就筛选掉了 几个面试惯的 我在来这个节目之前 我说我第一个事情说出去之后 不会有面试者为我留灯的 才灭一个嘛 对不对 一会就要灭两个三个 因为你明知道有这个结果 为什么而为之呢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 费尼莫属的这个舞台 除了让我们在座八位企业家老板 知道我们员工真正的内心是什么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反思一下 所以你今天是来表达你的观点的 而不是想要面试成功的 也没有 如果有合适的话也顺便求个值 顺便求个值 顺便求个值 就你想呀 我第一个故事讲完了之后 大家对我的这种敌意 或者是攻击力已经很大了 我到最后我想求值的话 可能没有一盏灯为我亮 来等一下孩子 我想问一下 你从哪里看到 我们已经开始对你有敌意了呢 大家的语气 大家的谁的 个别的 那你看你这个大家的 是不是有点以偏盖全了呢 有一点 职场当中会不会也会出现 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先主观上 把对方放在你的对立面了 所以他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 你都会天然地觉得 你是在针对我 然后你会本能地去做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对抗 就事论事我没有 因为我的工作能力的话 很强 但是很遗憾 今天我们在这个品牌营销方面 和策划方面 考察你的点很有限 首先先说说 你在上海的某文化公司 你做的业绩怎么样 我在那个里面担任的是 品牌媒介主管这个职位 然后我自己的话 是会负责一个奢侈品 手表的牌子 第一个月推广的时候 就已经有报文产生了 然后形成了他们自己的 一个品牌词条 然后还导入到了他们的店铺里面 导流了 然后带动了线下的销售 你是通过投流做的吗 那时候还没有投流 就是找达人和素人合作 我比较擅长的就是 用素人去撬动流量池 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花了50块钱 找了一个素人 拍了一个图片 大概是三天左右 已经有3000赞的点赞了 我这个是能为企业 很好的去节约成本的 一个做法 你的这段描述 让我对你第二个关键词 有了一个很强的认知 就是你的张弛把握程度 收放程度 还是做得比较不错 你要想通过松弛感墙 也是我来告诉我们什么 松弛感墙 这就要提一个伤心事了 今年7月份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在一家广告公司 然后他说他们需要一个博主 做一个品牌的讲师 但是需要我先录一个 对于这个品牌认知的一个视频 我说没问题 那我就给他们录了一个 又过了几天 跟我说 我们还有一个二轮的面试 我们的要求呢 需要你一字不差地 把这PPT里面的所有内容都背下来 包括里面的实验道具 你都需要自己准备 那时候我其实稍微有一点炸毛了 但是碍于朋友的情面在那里 我说没问题 然后开始面试了 把我安排在了第一个 我讲完了之后 刚把那个会议链接退出去 然后我朋友给我发消息说 二轮面试的人已经定好了 很抱歉不是你 剩的是品牌自己带过来的人 我说那你要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那我其实就是去陪跑 你不炸 这个事你不炸 炸去 上他们公司炸去 可能因为 从小到大也受到过来自于 其他的不公平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就需要我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才有资格去谈公平 所以我下定决心说 我来《非你莫属》的节目 来看一看说 我这样子的人 我这样性格的人 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岗位 大家对我的评价是什么 我听明白了 你今天来面试 其实是来测试 他们的这个毅然一爆成 我觉得你的情绪不太稳定 就拿你这两个词 对那两个人来说 你公司的老板 我觉得听你的表述 我觉得他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人 他做这件事情也是件好事 而你去面试那件事情 明显那家公司 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可是你对于相对温和的老板 你炸了 对于对你不公平的 别家公司的老板 你忍了 你的原则是什么 我的炸没有标准 全看我心情 那就叫情绪不稳定 哪家公司敢有一个 情绪不稳定的人 那就看你要工作能力强 还是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 这年头打工谁情绪稳定 我天天哄着你 我还要做不做企业 找工作不是跟谈恋爱一样吗 大家谈谈了才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如果觉得我不合适的话 可以跟我说 不是的 做企业跟结婚不一样 其实曹总我对你 真也不认可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 我能感受到 他只对老板炸 他对下属很温柔 他对别的老板也不炸 对 就对自己的老板炸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自己老板炸 那就对了 你对别的老板炸 也没有意义 你炸就炸你自己的老板 那把自己最温柔的给员工 把自己最炸的给老板 因为老板就要承受 员工对你的这种炸 最宁愿这格局 我特别不同意 凭什么要把最坏的情绪 给最照顾你的人 因为你公司的老板 承担了你所有的责任 陶希老师 其实我觉得你的情绪 也不太稳定 我说对了 对 你说陶希今天算最稳定的 你今天炸的还是最稳定的 平时你没看呢 好家伙 我们还有几个企业家 陈一峰 徐梦良 库尔特 你都没见过 那个都不用点 自己就不是无缘无故的就炸 我炸有原则 但是你炸完全随心情 这样的话 哪家公司敢用你这样的人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要活在一个 条条框框当中的 每天有那么多的规则 要遵守这个 要遵守那个 我做我自己都不可以 那我觉得 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己的人生当中 其实一直贯彻着一句话 就是人生体验的是完整 而非完美 恰恰就是因为 可能我有一点就炸这个缺点 反而张响了我这个人是很真实 是很真诚 很可爱的 我觉得希望看到这个节目的人 大家都不要去做被定义的人 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定义你自己 包括你自己 我觉得大家看他的报名表 他今天来找的其中一个岗位叫 品牌策划 你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 是我们今天所有面试 目前到现在最成功的一个 你用了一个单方面叙述的经历 让企业家们接二连三地炸了 所以从策划的角度上来讲 你蛮成功的 但是小伙子我也告诉你 面赐寡人之过者 怎么讲啊 大赏 对 但你要知道 面赐君主之过 也是讲究技巧的 不是你执 你就做得对 这也都是你的前辈 他们也是用无数在职场上的血泪 换回来的经验告诉你 他们希望你在职场当中 能够保护和带动更多的人 所以在你没有能力 去跟整个的一种风气和文化 做对抗的时候 我教你一件事 先让自己好好活下来 如果你活不下来 你记住 你以后不能再保护 更多的职场伙伴 明白 懂吗 我也想用苏氏在 定风波 《莫听川林打夜声》当中的 一首诗 为我今天的这个面试 做一个总结 回首向来 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情 你真是一个 平有才华的求职者 而今天的人才 有才华的人才 往往是有个性 作为高俊宝来讲 这种人怎么管呢 就是给他目标 给他自由度 以结果来去考核他 用好他们 也许是你团队中 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呢 他画了一个肖像画 所有画肖像的人 有90%以上都是自我欣赏 自恋 自己肯定自己的 投射心理学找的是什么 你这幅画的不足 这幅肖像画 没有画肢体 所以我提醒这位选手 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不一致的 第二一个呢 你只画了一个人 我们一定要学会 和身边的搭档协作 学会和领导去沟通 这方面你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说下一步要加强 你只是找媒介主管品牌 策划代国主播这三个岗位 对吧 其他的考虑吗 不考虑 希望薪酬是16000到18000 再高点也行 再高点也行 来吧 各位企业家 请根据求职者 高金宝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祝贺你高金宝 还剩下一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有请 乖乖宠物医院呢 是属于一个全国连锁 在媒体运营这儿呢 我们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薄弱的 金字待遇呢 就是一个八千底薪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肯定起步是两万起步 甚至会更高 现在考虑一下 选择乖乖宠物医院 或者谢谢再见 计时开始 好 时间到 你最后的选择是 谢谢宇宋老师 好 感谢林玥 放弃的原因是 因为我的副业是做博主嘛 如果我真的去选择了 组织的这个工作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的博主事业可能要放弃 现阶段的话 我可能还是想要自由一点 自由一点 但是这样做的话 我反倒觉得 好像你对今天这场面试 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有点心缘意嘛 既渴望找到 但又觉得找到之后 也有那么一些 不让自己甘心 小高 送给你两句话 第一句话 你可以有个性 但是你要你的能力足够强 别人才会容忍你的个性 第二句话 不要尝试去改变别人 甚至是尝试改变老板 我也觉得 改变老板是 在做梦 所以我离开了 那我就改变自己 好吧 也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参与面试 希望你今后越来越好 再见 谢谢大卫老师 我没有接受 选松老师这个 提供的原因是 现在我很能维持 我的基本生活 他开的工资的话 我两天就能震上来 好 我们继续来看 面试关键词 行义让我踩坑 还有吗 执帅让我吃亏 看来这小伙子来是来吐槽的 或者来反思的 不是来找工作的 我觉得他这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凸显出来了 讲情义 然后非常执帅的一个人 就是已经吃到教训了 还记得那个一点就着吗 他没着 咚咚咚咚 且家着了好多 来吧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 踩坑吃亏的求职者 走上舞台 欢迎他 王阳鹏 三十岁 河南省艺术职业学院影视表演专业 各位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阳鹏 毕年三十岁 毕业于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 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合作 谢谢 好 欢迎你 三十岁 对 就写出了这么两句 沧桑的这个关键词 你踩了多大坑 第一个坑是我 刚从学校出来 在一部戏上认识了一个大哥 给我介绍了一些活 然后给我推了一些资源 合作多了 之后这个大哥就说 不行你跟着我当我助理 帮我盯定现场干啥了 我说可以啊 然后之后是 可能是他对我有啥误会 他觉得我是在抢他的饭碗 为什么 因为你像我要帮他盯现场 我能在现场顶他的话 其实可能给他带来 是有些危机感 产生一些误会吧 这也不算什么事啊 我举个例子 如果他交给你的活 他让你在这盯着 拿不准的事 你会跟他商量吗 拿不准的事 我会跟他商量 但是基本上 嗯 没什么拿不准的 因为就是通知一些 时间啊 什么了 我听上去觉得是 你有点亏欠那个大哥 而不是那个大哥亏欠你呀 因为他毕竟对我 其实真的挺好的 你说我亏欠他 也是亏欠他 但是我在做小演员嘛 彻底不行 就是在小演员这个圈子 后来你就因为 你们俩关系的恶化 失去了很多机会 嗯 对 也没什么 不就是成长当中交的学费吗 如果 给你一次机会 给这个大哥 就发一条微信 一两句话 你现在会说什么 前一段 我就想跟他 就见面去把这个事聊开 我哥 我说咱可长时间也没见了 我说我也怪想你了 我说咱有机会吃个小饭 我说你看你啥时候合适 然后之后他跟我说 他说他在外面 然后我也看他碰碰圈了 的确是在外面 坦率说啊 从我的个人视角来说 我会觉得几年过去了 你其实应该发一句是说 大哥 谢谢你曾经带过我 当初我还小 有些事做得不妥当 未来有机会跟您再学习 或者更含蓄地说 以前有一些事我不懂 最近我经历了一些事 我突然发现 我特别特别感谢 当年您对我的包容 和支持和提携 我现在就把您当年教我的事 再教其他年轻人做 但是越跟他们做 和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越想您 我特别想见见您 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等你 态度再诚恳一点 我觉得这个坑 你就能用真诚去把它化解 满分满分 超过夜超过夜干净 好 那第一个关键词 这坑咱就填过去吧 这个 这个不算坑 啊 这个只是学习到了 坑在后面 还有坑 对 你这得罪了多少人 又 还是个大哥 还是个大哥 对 这个大哥是之后 后来我在一部戏里认下的 当时是做着短视频 然后都说 彭子咱俩一块干 我说可以啊 干自媒体 对 拍短视频吗 拍 你掏了多少钱 小十万吧 啊 对 然后他那边因为有一些资源 涉及到了一些 嗯 亲餐饮 然后他认识了一个人说 找加盟 加盟就说要弄装修 接下来之后 就是他跟他那个朋友去负责 亲餐饮的装修 加盟店的装修 而我负负转视频跟管账 当时我转视频那边就忙不过来 我那个大哥就说 嗯 你这样子 你要你嫂子帮你盯下账 谁嫂子 他媳妇 后续就发现了 他们那边账先对不上 我就赶快去对公司的账 就发现 哪儿哪儿都对不上 最后聊起来 他们发现 他们拿着钱去补了自己的窟窿 自己在别处的窟窿 对 自己别处的窟窿 等于你辛辛苦苦一个人赚钱 养活大嫂 大哥 还有大哥的朋友 你正说好像是 好像是 我还是我听着是 你整个这一单生意赔了多少钱 最后 就搭几万块钱 十几万 对 不到二十万 对 拆东墙补西墙 你就是那个光荣的东墙 然后我倒了 啊 第一个关键词 这情意让你踩灯说完了吧 说完了 来 那我们欢乐地走进你第二个关键词 直爽让你吃亏 快点 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找了份工作 就是干销售 我的任务量跟那个啥 跟业绩 其实都挺好的 包括跟同事跟组长 都处得挺好的 只是有一次开会 大领导视频听展开会 这个事我是不知道了 然后 先走到当天下午 公司发了一个朋友圈 要所有人转发 必须转发 如果不转发了 就要扣工资 这个事情 然后我在会上 我说朋友圈 是我个人了 我说发不发决定权 在于我 如果这个微信的号 是公司了 我说你让我发啥都行 然后我就说了一下这 之后就被大领导开小茬了 大领导那边电话里边 没吭声 没吭声 全程没吭声 那我都说都说了了 我能咋办 你回过头来给我讲 刚才你说 你跟你那个部门领导 关系处得挺好 是吧 你能不能就是设想一下 你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部门领导跟你做 这样几个动作 或者把这个手机举起来 适应你一下 你觉得 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的话 你会适应 你合得来 或者处得比较好的下属 会这样去提示他们 我觉得会 你会 对 那好 那你告诉我 您部门领导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进去我也没说话 直接就靠边就坐了 就是然后其他人 也就默默坐 因为开会嘛 毕竟都知道 开完会就要下班了 所以都很配合 这孩子疑人性多好 已经坑得这么长 还替别人想 我倒觉得 他可能没有恶意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给 其他朋友提个醒 以后再有这种事的时候 可以示意一下大家 对吧 没必要说 非得让年轻人吃这个亏 给你穿小鞋 穿了什么样的小鞋 就是他要写一些 就是说了 歌颂公司的一些东西 然后写 酸文 对 是不是在群里发了个红包 然后给你们讲 我们多么不容易 对 你们得感恩戴德这种的 公司各个部门要评比 看哪个部门写了好 我得问问那个求职者 你们俩是不是一个公司 咱们还这么像 回头在企业文化上 让他们两家 好好的交流交流 然后我觉得做了还不错 你像我还属于 做的那部分吧 没做的人没坑 做的人点名批评 专门点名批评我 冤枉你呗 对 来吧各位 我想问问问你们 就是公司员工的个人的朋友圈 如果员工不配合公司去发 你们要求发的东西 这个事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吗 我们反正没有这样子的一些要求 而且我们也不太赞同 在我看来呢 大公司不会这么做 但是有些公司 它就面临一些所谓的生存的压力 因为现在面对挑战 有一个词叫做 全员营销 对不对 我们全员都要替公司 去把产品服务销售过去 你说这是我的平衡全员 你们不能用我的资源 什么之类的 你跟公司划着划成一条线 我觉得那个公司啊 它不是说 因为你没有去做这件事 而是说 想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来看 你是不是热爱公司 太可怕了 那这个更可怕 会有人会这样想 这个会把这个做成一个叫 中程度的测试 对 我觉得这个 你要求发穿小鞋 开除 更可怕 但我觉得看哪些港发 比如说财务港不发 可以 但如果说这个人是销售港 从来一条都不发 这个人肯定是做不好销售的 他会通过这件事来 评判你将来的一个发展 像销售 像猎头 像中介 朋友圈不仅仅是你的私人账号 虽然它在你私人手机里 但是它更多的是我们 在社交场合 去完成我们工作业绩的一个 工作这个维度上的展示 对 如果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话 其实是应该吧 杨鹏给你都只是一些建议 但是小伙子 咱们聊点专业的 你今天找的港是销售和自媒体 对 我短视频做过 你说说你在这个领域 你能给异象企业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现在很多人在做自媒体 都直接去做主播一些了 直接就间接 直接性的变现 但是我觉得更多性了 现在短视频这一块 其实它的确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 但是短视频能给我们带来了 是潜移默化的一些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冲突性的话 不不不不 这个这个缩短一点 这个道理一句话就能解决 好 好吧 咱们沟通效率高一点 好嘞 你的能力 有没有案例 证据数据 你拍过什么带来了吗 我拍过的一些东西都是 就是政策不允许被下架 我有政策允许的 我政策允许了 没拍过 就是现在最近在拍了 就是接的一些信息流 这些东西 你也行啊 你带来了 对对 拿数据让我们看一下 没有 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有点怪 我不喜欢留东西 你自己有自媒体账号吗 你今天应聘这个岗位 你自己没有自媒体账号吗 没 没 没错 就是你拿什么 让我们相信你有这方面的能力 就是我解释一下 我这人比较怪 因为在 你看很多人追星 我不追星 包括我在横店 见过很多明星 不不不不 这个东西我们不关心 我们聊自媒体 不聊追星的事情 咱们别跑 不 她的意思是她怪 我知道 就是你要的我都没有 我不管你个性怎么怪 你现在应聘自媒体岗位 你得拿你的案例 拿你的项目过来 或者你自己有自媒体 证明你自己能行 现在暂时拿不出来 我们想办法往前走一走吧 就比方说你做自媒体 你是做号的旗号 还是做信息流的投放 还是做什么 从剧本购债到拍摄到后期的发放 哪一个你更擅长 品牌展示 好 你在做这八位企业里头 你选一个品牌 你大概说一下 适合一个什么样的短视频脚本 特点怎么来布 这样行不行 可以 是可以 就是 你自己选 你看好多球师说都跟我说看了不太清楚 对我看了不太清楚 这是借口 这是借口 就是因为真的是看不清 你说是借口 咱这的确是借口 因为是看不清吧 我也没有 那我帮你帮到底吧 就比方说 消费品 旅游 民宿 服装 哪一个你更熟悉 或者科技类的 哪个更熟悉 我之前做的是情感类的比较多 就以情感然后带别了 那你背后就是只做流量 然后你这个剧情可能还打点擦边球 所以你现在也不方便拿出来的那一类 对 就是我拿不出来是因为它涉及到 就是 那宝贝你让我们怎么考啊 大老师 我觉得那个还是 就是问问它销售方面的能力 比如最近三年 咱们问完 咱们再 咱们不放过一个人才 再问问你 有个媒体 你还能不能给我们展现你的能力 你要的这个薪酬真是不低 但是至少再拿出 适合一万的这个表现 你对企业是完全不了解 就不知道企业的需求是什么 这肯定了 对 算了 别考了 我觉得你们都是太耐心了 我问一句 你什么时候做的自媒体 我是 18 18年做的自媒自媒体 今天是2023年 哥们 没有案例 没有项目 没有自己的自媒体 你来 你来这里是耽误大家的时间 知道吗 我们这个企业家还这么多耐心的 铺滚拨心的 你用18年学的自媒体到2023年来应聘 谁会给你机会 在我看 我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的人怎么有机会 没机会 所以可以让他介绍他销售方面的能力吗 你过去几年做过什么销售 第一我家是做水果生意了 第二做了一些决策楼工作餐 决策楼工作餐 决策楼工作餐 好 你干了几年 干了有半年 业绩怎么样 业绩当时在我们部门还可以 是直线上升的 请你说一些具体的销售数据 我当时后进这个部门的时候 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半年了 我接单的时候是个位数 我做到了200多单 销售具体的业绩呢 带来的订单业绩 订单业绩是从 我从弄了之后 我一直是每个月 我来完每个月的订单量 我都完成是 几万块吧 几万块对 因为几万块 因为公司我说的是 面试结束了 我没有拿出来实质的作品 让你们眼见为实 是在耽误你们时间 这是我的问题 我今天来是我的问题最大 就面试到这儿啊 结果我就不谈了 但是我觉得你将来是能成事的 你这个冷静 你对自我的这个剖析 还是有的 但小伙子不够 对 你说作品作品你没有 能力能力我们考察不到 小伙子一万块钱 你说你也当过老板 你说他上你那是硬片 哥我能干销售 你有啥能力 我没带 你卖过什么业绩 我卖过几千块钱 你卖过什么 我卖过 你能给他一万吗 杨鹏 咱将心比心 对吧 对 有人说三十二历 最需要力度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长记性 长什么记性 不是承认错误的态度 是你踩了坑 我下次怎么能不踩 这个最重要是你要复盘 对吧 态度好并不能带来你下次改正的机会 或者说改正先从第一步开始 像我和许磊说的 今天晚上回去以后 给当年那个大哥发个微信 好的 咱先从这第一步改变做起 好的 下次面试多做准备 带齐咱们的作品 好吗 来 杨鹏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参与面试 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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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研究表明轻微的紧张 其实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 因此这个观点其实可以改为什么 改为在面试当中需要有一些紧张 第二个观点叫做我学历低 所以很难过关 各位想一想 既然公司通知你来面试 就意味着公司已经了解了你的学历 并且接收了你的学历 所以学历低不是过不了关的问题 建议把这个观点换为 只要邀请我来面试 学历低就不重要 第三点 面试的对手是其他面试者 实话说 面试的对手确实是其他面试者 你能拿到岗位 往往意味着其他人拿不到 但是在面试时这么想 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你会总是想着 我怎么回答的更巧妙 我怎么能赢过对手 反而能让自己动作变形 过度包装 建议把这个观点改为 目标不是赢过对手 而是更好的自我展现 您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篇 2010at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点介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篇 163.com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位求职者的关键信息 生而未舞 第二个关键信息 爱舞 弃舞 只有两条 但舞蹈的舞字出现了三次 怎么会弃舞呢 对啊 就我的感觉 他这个弃舞 就好像放弃了 自己生命一样的感觉 觉得舞蹈 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应该 来吧 带着这些问题 让我们掌声请出 下一位求职者 司智旺 闪亮登场 司智旺 24岁 天津师范大学 舞蹈编导专业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求职者 司智旺 来自河北唐山 今年25岁 是一名舞蹈艺术工作者 当然我今天的求职医院 是一名教师 或者自媒体 好的 谢谢 好 欢迎你四职棒 来 哎呀 你今天的这个关键信息啊 让我们对你充满了期待 你是舞蹈编导专业的 对 你是一考生吗 是的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舞蹈啊 我是 首先是比较晚 是初三的这个年纪 但最后的 在河北省的 这个同考的过程中 成绩还是 自己非常满意的 什么样的成绩 是河北省全省第十 然后唐山市全市第一 嗯 不错啊 挺棒的 嗯 舞蹈编导专业 舞蹈编导是给别人跳的舞 去编排动作吗 是的 可以这样从字面理解吗 可以的 你都会跳哪些舞 首先我大学学的是 现代舞编导 然后当我在高中的时候 一考的时候学的是中国舞 嗯 中国舞分为中国古典舞 中国民族舞 还有民间舞 还有中国近现代当代舞 嗯 是目前是这些 每一种跳法都不同吗 对 然后 你都会跳吗 是的 然后民族舞 就比如说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 五十六个民族 像汉族是我们人口最多的 那比如说东北一样个 比如说山东的山东一样个 可能山东还分为海洋一样个 郊州一样个 谷子一样个 这些等等等等 非常多 嗯 分这么多 对 所以我们五十六个民族 当然就有了五十六个民族种类的舞蹈 这是光是民族舞 当然还有民间舞 还有近现代当代舞 所以中国的舞蹈文化也是非常 远远流长的 也是 国大精深 对对对 你都了解都会跳吗 呃 大部分吧 对 说到舞蹈 我们的面试当中有天生我有才的环节 技能展示 你即兴给我们跳几段行吗 可以 来 我们大家给四肢旺一点掌声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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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它是一种舒展放松的 能不能起立演示一下 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了 压着自己导致自己喘不过来气 如果我开心了 比如说突然听到一个开心的声 首先会从自己的胸的地方去打开 我今天求职成功了 那我会了我会了 我给你模仿一下我明白了 然后慢慢地把胸关下去 然后慢慢地蹲膝盖 后面还有五个求职者没录 怎么办啊 董文正明天早晨 还要去外地出差 什么 不录了 《思志望》就是今天录制的最后一个 是这种感觉吗 对 非常好 大家觉得我跳得好不好啊 太好了了 特别好 专业术语这个叫 情绪点势能 您这个叫神经 我这个叫单纯的肌肉模仿 那我感觉了一下啊 看着好像很容易 对对 看一下胸蹲下 再站起来 实际上这个 寸劲啊 这个对于肌肉松紧的 张弛程度的把握 真的挺难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聊的是生而畏武 但是我觉得聊着聊着 已经过渡到了 第二个关键信息的前两个字 爱武 大家会不会和我有同感 有 就是《思志望》在讲 他的这些专业的内容的时候 他整个人的状态 我们以前用过一个词形容 整个人是发光的 对 他既讲得很扎实 看得出来 他学得很扎实 而且他整个人一边讲 一边还会有肢体动作的 这个展示 感觉上会不一样 好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过渡到了 爱武 爱武 气武 我想问一下 之前的经历都是 在学校培训机构做老师 你为什么没去做 舞蹈演员呢 其实当时作为演员的话 有两个选择 一是北京现代舞团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天津的歌舞剧院 还有第三者就是作为教师 因为在大学期间 其实一直也有在这个兼职 当那个舞蹈教师这个职业 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所以这个三方面考虑从自己的这种性格出发的话 我觉得还是更适合作为教师这种 教书育人呀 包括能够为孩子做一些示范呀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一个优势所在 最后选择了 最后选择了还是从事 觉得从事教师这个行业会更稳妥啊 等于你推掉了刚才说的北京现代舞团 还有天津歌舞剧院的这两份工作 对 推掉了 对 当时像歌舞剧院这些其实是事业单位 当时我的比试成绩也是以所有考生里第一的成绩 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哎呦 天 我觉得 这也挺可惜的 太可惜了 你相辉煌几年啊 对吧 发发光 完了随后再当老师啊 哎呦 天 人格有志吧 咱只能这么说啊 可惜 可惜 我想接下来你说了这么多 你又是当老师的 他不是当老师吗 对 你都教小朋友啊 还是小朋友大人都教 目前没有教成 没有涉猎成人的领域 太好了 都是在少儿和高中生这个阶段 太好了 你没教过谁我就要考谁 是吧 接下来我们请几位企业家到台上来 你教教我们企业家 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朋友 没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阿姨 嗯 热衷于跳广场舞 他们可能也了解了一些很粗浅的这个舞蹈知识 比如说中国舞啊什么的 但是不得要领 今天你来到这了 咱也给阿姨们一点福利好不好 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赵芳 黑锦 李群 来有请三位 我觉得我今天这身衣服就为了跳舞而来的 对你这身衣服我觉得行啊 今天准备教的是一种藏族的元素 就刚才我也说了 他可能是高原文化嘛 比较冷 所以他需要颤膝 他在颤膝的过程中 正好我们双脚加紧就可以 嗯 双脚加紧的过程 然后膝盖的地方是微微往下颤 但是不用颤特别多 但是这个是碎的 他不要这样慢的 是 先往下微蹲 微蹲 然后身体保证一个直立的状态就行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 把速度给加快一些 比如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动作 对 然后慢慢的 我们熟悉了这个颤膝动力之后 再加上脚 蹲一次往下 它的重心是往下的 颤一次 落一个脚 一 先做右脚 我们现在把重拍放右脚上 抬的时候 先轻轻抬右脚 然后 轻蹲的时候轻颤的过程中 把右脚落地 一 然后慢慢的把左脚抬出来 然后 二 三 四 五 六 非常好 OK 八次 来我们试一次啊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现在把肩膀加上 就出来藏族的味道了 一 然后把自己的右肩靠下去 对 然后我简单的去指导一下 对 然后左肩往前顶 哎 对 然后后背可以微微往后靠一些 哎 对了 一的时候左肩往右 二的时候左腿走 二 然后右肩往前 然后慢慢的把颤膝脚和肩膀都加上 五 六 七 八 一 是往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慢慢的把手可以给它摇起来 慢慢的在胸前 这个也是藏族人民的一种欢呼雀跃的一种形式 五 六 七 先往右踩 往右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的 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们三位说说感觉思志望刚才这个教学教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上台之前我觉得我是学不好的 我是准备出丑来的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它每一步就分解的 而且动作要点讲得非常清晰 而且一步一步的增加难度 最后合到一起 这样我就能接受了这个过程 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零才艺的人 就是没有舞音 也没有协调性 但是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把我彻底给教会了 让我协调起来了 滤动起来 滤动起来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你是非常非常专业 三位 我补充一点 但凡是做过老师的在舞台上 我们让他模拟教学的时候 都会很关注他有没有去纠正动作 这个细节 我觉得应该给四十棒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首先讲得很好 跳得也很好 最重要的是他关注你们三位学员 对对对 我看一下谁跳得怎么样 过去帮你找一下感觉什么的 这个细节至少在我这个主面时关这 要给你一个高分 好吧 我们再次把掌声 献给我们的三位漂亮的女学家 谢谢三位 辛苦了 谢谢老师 教得不错 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 你还是来找教师的岗位 大家注意看 二十一年的三月到今年的六月 他在某师范大学天津的附属学校做老师 然后也离职了 我先问一下这个工作带编制吗 这个工作现在目前是带编制的 目前是带编制的 那为什么要离职呢 就是在六月份之前 突然说到了我的那个一考时候的一个 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师 可能身体出现了问题 然后当然作为 作为特别好的学生之一 我也是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去帮老师 分担老师的工作 因为老师因为身体原因可能 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 然后也是面临着这种棘手的 教师的这个问题 我多问一句 你是帮老师去代课是吗 嗯 把你自己的工作放弃了 对 帮他去代课 是的 有报酬吗 有 有编制吗 没有 那你要放弃一个有编的工作 去帮老师代课 如果他健康恢复了 那你又没有了一份这样的工作 怎么办啊 不遗憾吗 嗯 可能对于 老师的这份恩惠来说 可能现在的一个工作 也是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之后 才会获得的 包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的 我也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和每一位老师 嗯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值得我去崇拜的 嗯 那没有约定一个时间吗 呃 因为这个得看老师的一个身体状况 然后 但现在老师的身体状况 逐渐康复了 然后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我也慢慢的主动的 那个去 所以你来到了这里 对 来到了菲尼莫树 虽然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来到这里找工作 但是 我倒觉得这个 原有 挺让我们感动的 至少对你的老师来说 所有人都不谈 对他来说 他教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学生 这一点我觉得就足够了 啊 在当今这个社会 你这样的年轻人 更是值得我们去欣赏 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 你要找教师的岗位 还是和舞蹈培训类有关是吗 嗯 是的 关于薪酬1.5万加 嗯 1.5万加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行业内 这个是综合薪酬吗 还是底薪啊 综合薪酬 综合薪酬 我替你问问董文正吧 是吧 我想问问咱们国语集团 对于舞蹈老师有岗位吗 嗯 有 有岗位 不单有 对他这样的很有可塑性的人才 还有不错的岗位 整场看下来 你真的就像你写的一样 是为舞蹈而胜 而且我们大家对你的人品 还有你的专业非常的认可 包括你的写的字也非常的好 呃 董总可以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苗子 谢谢 非常优秀的人才 如果有岗位 给一个合适的岗位 我替董总拉一票 你少说吧 是 万一 万一董文正讨厌的是你 你说的越多人最后不给港了怎么办 我 我相信 我相信董总的盼盼盼盼 这个小孩就属于那种 他跳舞我会买票去看 他教课我愿意去 去花钱包班去学的那种 记住了 真的挺好 你的教资证是什么级 呃 我目前考的都是 呃像舞协的 都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的 医治时级的教师资格证 其实都有的 那你的未来职业规划 就没有了 呃 未来的职业规划 首先是 一是从事舞蹈这个 就肯定是从事舞蹈这个领域 其次可能从教师 呃到领导者也可能 其实自己有意愿去也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自己现在还年轻 可能还是会觉得积累一些自己的经验 呃从教师的这个呃 经验去做起 我觉得目前是这样 嗯 既然都到这儿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最后你能不能从我们的舞台上 今天带走一份工作 好吗 四肢王 好 来 有请各位企业家 董总 确认你们的选择 大家纷纷为董文正和你的这缘分让路 感谢各位灭灯的企业家 当然开玩笑确实是没有岗位 来吧 祝贺你进入到面试最后环节 谈钱 不伤感情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伙伴啊 国语集团是做教育投资和运营的一个产业化集团 呃旗下有很多的学校也投资了教育产业板块 我这边呢给你的一个职位是中小学舞蹈中心的教员组长 做中小学生老师的一些提升培训 和咱们的一些教学舞蹈和教学视频的编导录制 呃 给你的薪资待遇是基本薪资八千 加上课室补贴 加上植物补贴 额外送上你一个大礼包 就是凡是你编导的教学视频和影像资料 版权集团跟你共享 分你一部分版权 工作地点 目前总部京京两地两边跑 呃如果需要住宿可以提供时速 会有出差要求 四十棒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呃 有就问 没有就不问 没有 好 接下来考虑一下选择国语教育集团 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来吧 告诉我们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呃 好 接下来考虑一下选择国语教育集团 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来吧 告诉我们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呃 我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 祝贺董文正 也祝贺资质棒 感谢你们能够牵手成功 来 虽然咱俩不是一个专业的 但是你看我这小师弟多争气啊 你觉得你这个扎实的专业基础 我得给你点一个赞 让电视机前所有即将步入职场的 大学生朋友 能够学到很多 走到岗位上 你靠什么拿人啊 对吧 起码面试第一步 你得靠你过硬的专业知识 来征服面试官 祝你今后工作顺利 好好干啊 再见